Hello, 大家好, 多仁多, 肥斯拉阿美 我現在在的位置是在十六街列治民山的富豪中心 後面就是青花莊 青花莊是做甚麼?不是做瓷器的 前兩個星期開始, 這裡有早茶喝 我們現在和大家進去看看有甚麼食物 看看點心是怎樣, 走吧 你也有多可愛, 看賣給你 真的USI 我愛你, 你也很喜歡 我愛你, 對吧 大家正好, 最後一位 你也愛你, 請你 謝謝你, 請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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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呢? 我叫Christine 這個青花妝從零到現在 都是我一直在這裡打理的 那這裡有哪些是比較受歡迎的 或者是很搶手的? 我們有一個其實中午的海南雞飯 它有一個燉湯 那湯真的燉出來的 特別我喜歡我們的粉葛赤小豆 廣東這個湯是很好喝的 那一位熟客告訴我 你們知不知道海南雞飯從外面完全不同 從來我沒見過用一個走地雞做一個海南雞飯 最先多人多是比較少用走地雞 不過現在好像都有人在跟你們 是啊 我們不緊要 就是我們這個雞的質地和浸的時候那個 絕技 是做得很好 所以我們雞這裡賣得特別好 那還有一個金沙 金沙涼瓜、金沙南瓜 這個也是很受歡迎的一個 這裡我們比較出名一點的 還有一個壽司雞 這個壽司雞 這個壽司雞叫做 芥末壽司雞 這個就是 比較特別的 是啊 這個就是 其實有些是台灣的特色的千層雲儀 這些就是有些少少的台灣的原素 那個醬燒南瓜 這個都是味濃 很受歡迎的 那基本上都是 那些客人吃完之後 我原先都不知道 這個真的很好 不停地這樣 所以我就 客人是最 去評價是最公道的 就是我們自己去怎麼說 都是因為 是啊 所以我經常說 那些客人是我們的老闆 所以 點心方便 有哪些是比較特別的 我自己個人 我就很喜歡 其實我一向都不是太喜歡吃蝦膠燒賣的 但是 Cangle做這個 我實在是很驚訝的 和我這件事改觀 我昨天才有吃完 他就變成 今天有吃 我連續吃一幾天 就是蝦膠燒賣 他做的另外一樣 就是蜂巢膏 我也特別喜歡 這個 我去哪裏都最喜歡吃 但是我覺得他做出來 真的好 就是彈性 和甜度各方面 是做得很好 那也是我最喜歡的東西 那 客人評價有 流沙包 和麥香 奶黃包 這個食物 很多人喜歡 所以我個人就喜歡那個蜂巢 但是他做得我自己的感覺 吃了這麼多間 不是讚我自己行好 不是讚我自己 他做得是很好的 是Cangle好東西而已 他做很多好東西可以做到 吃東西其實都是的 所以我們就是貴精 就是最後的質量 Hello 大家好 坐了進來了 先喝杯茶 大家喝杯 為什麼這麼早過來 因為這裡請了多倫多的 著名大廚 Kengor過來煮你 我們現在早上有點心吃 由10點開始一直到4點都有 這裡就是富豪中心 吃得好一點 看看有什麼選擇 我剛才問過這裡的老闆娘 他說現在因為新搞這一部分 清花妝開了8年 從來未做過點心 現在就請到點心大佬過來 就開始做 所以開始的時候 他的點心就不會太多 但是就會逐步加上去 不時的調節和轉變的內容 我現在就先點了這些 點心就到了部分 開來看看是什麼 這個就是 時菜牛肉 這邊呢 燒賣 一口酥 千層雲耳 金沙雙瓶 試試這個時菜牛肉 看看是什麼時菜 感覺已經很彈 後面是這樣 是這樣的 看下牛肉裡面是怎樣 裡面的顏色是這樣 裡面有些馬蹄 芫荽 應該是少許神皮 多粉嫩 吃下這些是什麼菜 我猜是菜心鹽 嗯 真的 塗了牛肉汁 就鹹鹹的 這樣 吃下這道很出名的牛肉球 很多吃客吃過之後都說讚好 這個 陳皮味很均勻 不會吃到特別是一塊陳皮 這樣 它是把陳皮弄碎了 然後拌下去 那些肉質就很彈 還有有芫荽的味道 調味就很適中 這個相當推薦 然後蝦餃到了 多漂亮 白酥酥 這樣的 蝦餃其實都不是很小 不是太小 都大過一隻匙羹的 但是就看到邊 就很薄了 蝦餃邊都透色 看看裡面是怎樣的模樣 滿滿的蝦膠 一剪下去又看到很彈 蝦汁豐富 這個要用椅筋蘸著 我怕漏汁 蝦很爽彈 新鮮 還有最重要是有汁 很豐富的汁 不知道Ken哥怎麼做的 有點像吃小龍蝦餃的感覺 小龍包 純蝦的蝦餃 少許的麻油味 還有有抹脂粉味 鹹淡適中 不會太鹹 還有蝦餃皮 是傳統的蝦餃皮 有少許的嚥韌的口感 好吃的蝦餃 看到上面還有少許的冬菇 還有肉汁在面 看到也很彈 很漂亮的顏色 粉粉的 蝦膠 還有豬肉 冬菇碎 另外有些魚子 肉汁自然地流出來 燒賣的尺寸 就適中了 我覺得 它不會比乒乓波大 但是差不多大 我覺得裡面有少許的蝦魚味道 應該是跟傳統的燒賣 加些蝦魚下去 豆腐很小顆 好像腐乳那麼大磚 開了裡面是這樣的 粉邊炸的又是很薄 幾乎看不到 另外這些就是炸魚 銀魚 豆腐也是裡面有汁的 就是說不會炸到太老 一口一口 外面鹹鹹的 裡面就淡 這樣混合 味道就均勻 還有一些小魚 補一下它 很脆 好像新年吃薄脆的感覺 因為它真的炸到多脆 和多薄 魚頭魚尾都可以吃完 我覺得銀魚如果多一點 就更加好 因為很酥脆 而且挺好吃 它又不鹹 金沙雙拼 問過Ken哥 就是說隨著不同的季節 就用不同的蔬菜 這次是用蓮藕 外脆耐爽 是用蓮藕 我是第一次試 有爽脆和甜 通常外面會用金沙涼瓜 用蓮藕就比較少見 但是用蓮藕的話 就會很脆 裡面也是脆 外面也是脆 這些叫相脆 加上鹹蛋黃醬 很好吃 金沙南瓜 南瓜甜 金沙就惹味 這個是脆中有軟 這個可以吃飽的 這個千層雲耳很漂亮 上面就有些芫荽 洋蔥 雲耳 很漂亮的豆腐 是一個冷盤來的 沒吃雲耳之前 吃過千層素果 有些咬口 煙韌的 吸了一些麻油味 和少許的陳醋味 另外是雲耳 雲耳很脆 開胃 因為有些醋和麻油 是一個挺健康的前菜 不過我覺得如果甜一點 更加好 可能我喜歡吃甜食 很像型的蜜香核桃包 看看裡面是怎樣的模樣 哇 很軟 大家看看 哇 裡面是超多料 有些核桃 還有煉奶 這個真的要試 沒見過這種做法 摸上手已經是很軟 很鬆軟的感覺 這個核桃雖然蒸圓 但是它更脆 看得不錯 本身的煉奶味 甜甜的 還有麵包的質感很鬆軟 因為我喜歡這個 比較喜歡奶黃包 因為覺得奶黃包 可能有點漏 這個不會 這個補爐 蜜糖蜂巢糕 看看那個糕的質感是怎樣 挺有彈性的 要這個 就這樣的 這樣的顏色 好像有點馬拉糕的感覺 聞到有蜜糖味 有一點點煙韌感 它煙韌得來 就不會是很像根 那種感覺 好像吃鬆糕 還有那個甜度 不是太甜 海南雞飯 跟燉湯 小小一宗 不是很大宗那種 都適合一個人喝的 這次我就跟過油飯 不是白飯 吃白飯的朋友可以跟白飯 這個海南雞 就是雞腿來的 看看雞是怎樣的 哇 看到 還有雞汁 揭開裡面還有啫喱 這些就是骨膠原 很晶瑩 先喝口湯 看看裡面有什麼 粉葛 紅蘿蔔 瘦肉 陳皮 還有毛花葛 下面還有一些尺小豆 哇 好甜啊 哇 好甜啊 喝到它的味道出來 粉葛和尺小豆味道都有 還有一點點薑 湯很清甜 這個燉湯不同 煲的湯 味道更加純 整碗飯 我就一定吃不完 筆一點 飯的味道是有少少鹹的 飯是焗薑味幾重一下 冬天吃會幾好 還有飯是粒粒分明的 有些香茅的味道 有些香茅的味道 當然還有雞油 油飯來的 再試一下這裡 鎮店之寶 海南雞 這件吧 吃完雞腿 咬一下這些醬油 還有薑茅 還有薑蓉 這個醬料甜甜酸酸 薑蓉做得挺幼細 鹹鹹的 拌飯吃也挺好 雞皮爽爽 還有挺有雞味 很多時候在香港吃的海南雞飯 它會用雞湯 它這裡更加升級 用燉湯 但我提議醬汁如果加個 黑豉油 甜甜的那種黑豉油會更好 醬油比較濃 肥斯拉的網友不要走 喝完茶之後 記得問這裡的服務人員 就拿回一張 八五折的點心優惠券 這樣就可以 下次來的時候就用得了 都是要十二點前 現今結帳才可以用 因為其實到什麼時候呢 是到今年的年尾 十二月底 都可以用的 大家千萬不要錯過 我就繼續喝我的湯 吃我的飯 就會把所有資料放在描述欄裡面 大家有興趣的朋友 不妨打開來看一下 順便訂閱肥斯拉的頻道 點讚留言 按一下叮噹仔 還有分享給大家 繼續喝 清甜 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